作者 白日放歌 演播 慕思维 墨语亲亲 997集 张凡接过女人的白纸 把山本的信息阅读了一遍 然后拿起手机来 找到于山的电话 给于山拨了过去 于家在平山市商界那是数一数二的 影响力和实力也是非同一般 稳固一些生意 斩掉一些生意 对于于家来说 是很简单的一件事 电话很快就被接通了 话筒里也传出了于山热情的声音 张先生 你好啊 老于啊 我有事想请你帮忙 张先生 有什么事您说 我马上办 你查一下 有一个大森商贸有限公司 法人的名字是李大森 他入狱了 你把他名下财产 全部转移到金凤霞的名下 这期间少不了有人捣乱 你把那些人全都解决了 另外 喜于忠心一类的生意 你帮大森商贸清除一下 有些钱该捐的 你捐了好了 好的 我明白了张先生 您让那个金凤霞过来找我一趟 有些情况 还需要本人在场才好 行 你把位置发过来 我让他找你 我在我们公司大厦 你让他直接过来找我 到了前台 就让他报他的名字 我会让前台把他领上来 行 我马上让他过去 多谢了 张先生 您太客气了 这都是小事 不用谢 好 那我就不谢了 有时间呢 咱们一起吃饭 听到这话 于山的脸上 浮现出了一抹喜色来 好嘞 张先生 那您随时可以给我打电话 于山心底清楚 跟张凡一起吃饭 好处是很大的 能让他少走很多的弯路 随后呢 两人便把电话挂了 挂断以后 张凡看向了女人 金凤霞 你立刻去趟于氏集团 到了前台书领的名字 会有人带着你 去帮你解决麻烦 是财富中心的于氏集团大楼吗 没错 张先生 我可以问一下 我要找的人是谁吗 现在好像是集团的总经理吧 张凡的声音虽然平静 但是在金凤霞的心底 却翻起了滔天巨浪 他在平山市生活了三十多年 怎么可能会不知道于氏集团呢 于氏 是平山市数一数二的大公司 张凡给着找的人 居然是总经理 并且 从张凡和于山的对话来听呢 张凡并非是渴求的语气 而是一种十分自然的语气 更有甚者 对方反倒是十分的恭敬客气 之前 金凤霞只听他老公说 张凡很厉害 但却没有真正的见识过 如今 他也算是真正见识到了 张凡的厉害了 好的张先生 我马上去找您的朋友 这次的事情 真是太谢谢您了 金凤霞满脸感激 与此同时 对于张凡 也是连连鞠躬 不用客气 快去吧 金凤霞点了点头 而后 便离开了张凡的家 金凤霞走后 张凡便窝在沙发里面 吃水果看电视了 时间不长 便见黄青云 随头丧气的推门进来 向张凡的方向走过来 张凡从沙发上坐下来 在黄青云的脸上 打亮一眼 眸子一亮 看到张凡的目光 黄青云重重叹息了一声 走到了张凡的面前 哎 范哥 你应该已经看出来了吧 看出来了 分就分了吧 咱们在找新的呀 没错 黄青云和她女朋友分手了 找新的倒是没什么 当然这个臭娘们太对不起我了 我实心实意地对她 她居然背地里 还和前男友联系 给我戴绿帽子 哼 什么东西啊 说到这里 黄青云似乎是忽然想起了什么 把目光投向了张凡 范哥 你是不是早就看出来 你娘们有给我戴绿帽子的迹象 你怎么不告诉我呀 听到这话 张凡微微一愣 而后仔细回忆了一下 初见黄青云女友时候 她的面相 我初见你女朋友的时候 并没有看到她又给你戴绿帽子的面相 应该那个时候还没有吧 张凡说的是事实 她真的没有看出来 黄青云女朋友又给黄青云戴绿帽子的迹象 见张凡这般认真的模样 黄青云也是知道 张凡呢 不可能会骗她 这时候 黄青云手机响了 她拿过来一看 便是冷哼了一声 把手机丢在了桌上 张凡瞄了一眼手机屏幕 来电显示不是别人 正是黄青云的前女友 看样子 黄青云是不想接 张凡也没说什么 不想接 那就不接了呗 十分钟的时间 黄青云的手机响了很多次 最后 她实在是不耐烦了 把电话接了起来 你老给我打什么电话呀 你都给我戴绿帽子了 还想怎么着 你打电话 是为了羞辱我吗 你吵吵什么吵吵 不是她找你 是我找你 黄青云话音刚落 便听到话筒里面 传出了一个冷厉的男声 听到这个声音 黄青云不由一愣 张凡也听到了 他的眉毛 也是挑了一下 你现在 在什么地方 我在哪 跟你有个屁的关系 当然和我有关系了 老子要弄死你 黄青云也是年轻人 自然是年轻其盛的 听到话筒那边的人这么说 他当即便是怒了 你他妈跟谁称老子呢 你他妈要弄死谁 跟你称老子 老子要弄死你 你找死是吧 别在电话里面逼逼 有本事咱们见面缸 告诉我 你在什么地方 见面缸就见面缸 黄青云也不想 吞下这口气了 随后便见黄青云 私下打亮了一眼 而后说道 咱们学校东南边那个 还没有开发的野草地 感谢你的收听 喜欢的话 请记得点赞留言